我其实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人家说挣十块钱 然后给女朋友十块钱花 这好男人对吧 我是挣十块钱九块钱给女朋友花 一块钱拿去做投资的人 对就是我所有的这个 做的事情的风格里面 是一大部分是感性 然后留那么一小块地方 比较理性 但理事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孩是感性的 她对你的爱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会越来越深 但是她的父母是理性的 爸爸妈妈是理性的 对啊 同意嘛 对 她们一生的幸福都跟了你了 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父母 他能因为这件事情 说出任何话 做出任何事 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人之常情 对吧 换位思考 如果这是我的孩子 我可能要多想那么几步 因为我们可能考虑到的是更多的 但是我希望的是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我就一定会做好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能因为就可能将来 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我们没有在一起 那我现在就因为一点点事情就退缩 可能我明知道将来就不会在一起 有各种各样的阻碍会告诉我们 我们不会在一起 但我现在一样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才是 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 那你们就现在是正式结婚了 没有 见过他的爸妈吗 没有正式见过 非正式见面什么意思 路过 也知道 但是可能比较尴尬 还是有障碍 也没有提过亲当然 目前还不敢 因为其实不管是身边还是外面 还有很多人 其实都不太看好我们 就觉得我妈毕竟身体不太好 我的想法就是 做好自己 不利用女人的善良 第二 永远不剥夺她选择别人的权利 能说这话的是有担当的男人 对 所以我任何时候都告诉她 我说将来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跟我在一起生活 不符合你最初对于生活的 那个向往和憧憬 你随时可以去追求 你想要的生活 我都祝福你 其实女孩没问题 现在可能对她来说 对你们来说 障碍的是家人 你想跟她爸爸妈妈说什么的 对她父母来讲 其实我很感激 就到现在为止没有过一些 我脑海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出现 激烈的阻挠 对对对 我还是非常感谢的 就至少在这种情况下给我留了面子 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也特别感谢 就是他们这么长时间以来 没有让我女朋友过得特别痛苦 就是没有让她夹在中间很难做人 我特别感谢 我也没有办法说做什么特别好的这种承诺跟保证 我只能说 只要我活着 只要我还活着 我现在还有能力喘气 我就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以外 我是最爱他的那个人 我喜欢你说的这句话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特别渴望一个男孩跟我说 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你的那个人 但是你刚刚说除了父母之外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 我觉得你这个话特别理智 而且特别真实 因为你没有说 我比你的父母更爱你 其实有时候 可能我们的心会更爱他 但是你不能忽略父母的这份爱 是更加真挚的 血浓于水的 好 好